在战争中怎么样才算获得胜利呢? 是自忍于死地不惜一切代价消灭敌人吗? 恰恰相反,孙子兵法认为这种战争是失败的 那今天我们开始介绍孙子兵法中的辩证思维 我们先来讲胜与败 战争是一个双方甚至多方动态博弈的过程 所以用辩证思维来看待战争 就比纯粹的逻辑分析要更好 孙子兵法中就充满了对战争的辩证思维 在很多观念上都颠覆了我们的常识 比如对战争的胜利和失败 我们通常认为胜利就意味着消灭敌人 最好是全部消灭 但是孙子说这是次一等的 甚至可以看成一种失败 孙子说是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赤之 全军为上破军赤之 意思是说让敌国完好无损的降服是上策 而攻破他们获得胜利是次一等的 让敌国的全军士兵全部降服是上策 用武力击垮敌军是次一等的 我们常说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所以战争的胜利通常并不意味着消灭敌人 用最小的代价或者胜利才是真正的胜利 我们来举个例子是古代神医华陀的故事 华陀医生在民间行医因为医术高明被奉为神医 很多人都对他的医术赞叹不已 但华陀却感叹说我可比我的两个哥哥差远了 很多人都很奇怪的说我怎么没有听说你还有两个哥哥呢 华陀解释说我大哥擅长在日常生活中 把防病和日常生活习惯结合起来 把疾病消灭在发病之前 我二哥擅长在小病起初的时候就及时进行纠正条理 没等病症表现出来就已经好了 而我是等你们已经病入膏肓之后才救治你们 我很努力的把你们救治好了 你们就像救星一样感激我 而我两位哥哥把危险控制在萌芽的状态 反而你们不会感激他们 甚至都不知道他们 但实际上他们才是最高明的 对于战争其实也是一样的 战争是解决双方矛盾冲突最后的手段 但是也是最差的一种手段 把战争遏制在萌芽状态 让大家都感觉不到战争的存在 才是最高明的 所以孙子说 上兵伐谋 其次伐交 其次伐兵 其下攻城 就是这个意思 在孙子看来 最好的胜利是不战而胜 而不是要在战场上 用你死我活来赢得胜利 这样的胜利在孙子看来 无异于是一种失败 孙子在谋宫篇中说 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 拔人之城而非攻也 毁人之国而非久也 必权争于天下 故兵不顿而立可权 此谋功之法也 意思是说 真正懂得善于用兵的人 打败敌军不是通过战场的厮杀 夺取敌国的城池 不用武力的强攻 消灭敌国不是靠打持久战 一定要采取能够达到全胜的谋略 与天下诸侯争斗 因为这样 既不用使自己的军队疲惫受损 又能圆满完整的获得胜利 这正是用谋略的手段战胜敌国的基本准则 在现实生活里面 这种辩证思维对我们也很有启发 就像我们没办法用战术上的勤奋 来掩盖战略上的懒惰一样 就像很多人平时不努力 不注重学习方法的总结 也不注重思维方式的培养 而在考试的时候就拼命突击 绞尽脑汁 熬夜刷帖 看起来很勤奋 但实际上这并不是最好的方式 战略上的懒惰 只能用战术上的勤奋来弥补 好了 今天我们分析了 孙子对战争胜与败的辩证思维 那下一期内容 我们继续分享孙子兵法 其他辩证思维 更多精彩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